来到桥头,这里有一位很特别的小龙 他养的鸡都需要通过CAH认证 这一只只小鸡都是他的心肝宝贝 我从事这个鸡农 有二三十年了 因为当初要投入这个时候 就是稍微观察一下 还认为我们的熔业蛮有前瞻性的 所以就踏上这个两极的地层 它现在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倒进去呢 它那个鸡牛的比较小 吃是要没办法吃到 所以我们还要一个大盘子 让它供应比较小的鸡来吃 养鸡它本来就是一种蛮辛苦的行业啦 因为它没有一贯作业的话 本身中间都还要有那个大盘商在操作 比如说我们鸡养了以后 长大以后都没有能抓 而且还有这个市面的价格因素啊 还有一些天气的变化 所以说两极来讲 我们说是每天都在战战静静的 有点要看天吃饭啊 没有错 对对对 要看天吃饭 对对 这个鸡目前是 比我们讲是七八岁的小孩一样 蛮天真的 因为它现在都是自由玩耍 对对对对 现在还不会 可能要到两周以后 就会慢慢打架 但是不会伤害 因为他们现在重量还没有那么大 所以说我们的嘴巴一定要稍微修整一下 这个小鸡第一天进来 我们就是要做那个新城的作业 那十天以后 我们就是要做尖嘴巴 因为这个脸性还蛮强的 嘴巴是尖的 所以说它走了以后就会流水 它流水以后这个鸡大家会勤勤攻击它 所以说我们的嘴巴一定要稍微修整一下 然后我们这个就是三周的时候 我们就要再做一次那个新城的方便 然后那个 等五周以后我们就给它放养出去 到外面去自由活动 就是一百坪 然后旁边还有一百坪那个活动运动场 他们就会自动进出去生成他们的蓝腰 优扬的音乐声里 小鸡们叽叽喳喳的像是在哼着歌 每天24小时都听着网播电台 藏龙盛还开玩笑的说 小鸡他们都知道什么时候要有电霜掌哦 因为那个鸡它比如说它遇到一些杂声啊 或是类似打雷啊 鸡会紧张 所以它紧张以后就会食欲不好啊 或是也发生一些小小的疾病 所以说我们用音乐来调理 让他们知道哦 这个如果有益生的话就不会觉得紧张 而且听到音乐 它也觉得比较愉快 要放松一点 对对对对 啊因为这个鸡哦 我坚持自己养 就是我们品质比较保证 因为如果说我们 东家抓一些西家抓一些 这个品质就比较不稳固 而且在这个要控制它的那个活动 或是它的健康 比较好控制 这个是我们高雄首选在地的调理食品 我们有四种产品 就是人参养生机 还有四身养生机 三杯机 还有盐水机 这四种产品都是符合消费者 简便的做法 加热就可以使用 那这样一路走二三十年 有没有曾经会觉得说 就会快要做不下去 或是有没有想要放弃的时候 有有有 因为在这个当中 二三十年当中 也是有一段时间 好像不想养的 因为刚才有讲就是说 我们没有 养这个机没有拿到薪水 已经蛮辛苦了 而且有时候都还要再赔本 而且这个都不是因为个人的因素 就是因为有天气 或是刚才不是讲说 因为媒体问题 随便给你报一下 做那个问题出来以后 整个机价格就会暴跌 而且在这一段时间 刚好我在出机要卖 所以我就会碰到血本无归 所以说在这当中 也是有跟家人 有慢慢在商量 是不是还要再转业 但是问题是说 已经五十多岁了 比如说要转业 又要转到哪里去 所以说现在还是说 继续在养 所以说我们 转个方向 说不一定 明天会更好 所以始终相信是 就是未来是有希望的 没有错 只要大家努力 朝着品牌这个路线来走 我们讲终于一天会等到我 那你觉得每一只鸡对你来而言是什么 对你来说重要性吗 我们照顾这个小鸡 等于说也是像我们在照顾 我们自己的小孩子一样 因为你要怕它冷 要怕它热 还要照顾它的健康 所以说小鸡等于是我们的财产一样 我们都会细心地去抚养它 用心地照顾鸡枝 放音乐给他们听 唐龙盛认真地养着每一只小鸡 细心地照顾到长大 把CAS认真地健康安全概念 推向农业市场 但是这个刚起步的概念 是不是能成功地把养鸡产业 带到另外一个阶段 并且和鸡农和消费者 创造双赢 还有待时间考验 但已经看到的是 养鸡产业多了一条宽阔的道路